那這段影片裡面呢,我都跟大家講一下這個Straxy的系統 Straxy是我開發出來的一套開源的Reverse Proxy Server 它簡單的用途主要是在Reverse Proxy跟Homelab上面用的 假如說你在網絡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伺服器提供不同的服務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用這一套的系統去把外面進來的流量、分流 還有就是所謂的Reverse Proxy反向代理到不同的伺服器 那這個是Status Tab 那這個現在是Look Back的一個介面 就是說這個介面現在也是由Straxy本身積極反向代理出來的 所以不可以停止它,也不然它就炸掉了 對吧,所以這也是沒辦法按下去的 簡單來講是說這個頁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Status狀態 跟現在的流量等等 Virtual Directory呢,就是跟Apache的Virtual Directory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可以把你的Domain後面的 例如說slash image指派到另外一台伺服器上面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把一些多媒體的檔案 跟網頁的檔案分開兩台伺服器來傳放 那SubDomain呢,那SubDomain的話就比較簡單直接一點了 SubDomain就是 當 你可以把不同的SubDomain指向同一個IP地址 但是根據它的Domain 來分流到不同的後面的 在你的那個Net或是你的Gateway後面的一些伺服器這樣子 那你可以編輯,你可以加入這個BasicOff 在這個Endpoint上面 但是現在我先不用 嘿,對 那TLS的SSL verification呢,它的意思是說 假設你後面的伺服器 嗯,不知道為什麼 你是在用一個Self Sign的Certificator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把它Skip verification的部分給構算 那夠了這個之後呢,它就會不會檢查後面的那個TLS的那個證書是不是 或者是 Valid的 那只會用呢 這個 HTPS加密的方法來溝通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啦 就是要你去建立一個新的Proxy Rule 如果你是在用Apache或是Nginx的話 其實你要編輯很多的文件嘛 就是一個 Config檔案這樣子 但是在Strux裡面呢,你就很簡單的 寫下你的Domain 跟你的IP地址 跟構成一些設定 那就可以create一個新的 一個Proxy的一個伺服器了 那Proxy Route是什麼呢 Proxy Route就是說 假設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就是沒有一個Machine的Rule去 繞著你這個需求的話 它就會去到你的Proxy Route 我這裡就是用了那個 R系統的HomePage來作為Proxy Route 假設說 你要求一個 不存在的 SubDomain 或者是一個Virtual Directory 是NodeFound的 那它會直接讓那個NodeFound的Request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Request 到你的Proxy Route下面處理 那這個呢 也可以是另外一台Straxy 那所以你就可以有一個 Tree Structure這樣子的一個路由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 Proxy Route的意思 那這個之後沒有什麼會好解釋的 就是那個 要你在Straxy 就是把你的那個 正數掛在你的 Request Proxy上面的一個功能 那之後會加入這個 ACME的自動更新功能啦 但是現在還在開發這種這樣 Redirection Rule呢 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 重新的導向一個 新的target 新的URL這樣子 例如說你把你的 Blog 從那個 Wordpress.example.com 搬到的 Blog.example.com 那你就可以把 Wordpress.example.com Redirect 射到你的 Blog.example.com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讓 一些 舊的link 或是一些 重新導向的link 進行 進行 Rewrite Rewrite 傳送到新的 一個IP地址 或是一個Domain 這樣子 AXS Control 就是控制 discern 誰可以存取你的示範器 現在有Blacklist 跟Whitelist 還有QuickBand 那QuickBand 就是說 壞速地把 你的某一个IP地址可以封掉这样子,那blanklist都比较简单了,就是说你在这个国家或是某一个IP地址,你就可以把它封掉这样。 那如果你是对IP地址网络不太熟的话,你可以写一个你要封的IP地址,或者是说你可以用Wildcard, 例如说你在任何东西可以塞在这个位置,加个star,一个信号这样,或者是说因为你是网络的专家,你会写CIDR的notation的话,你可以用CIDR来做。 Wildcard的方法也是一样啦,但是那个Wildcard的priority又被blanklist的第一点点,所以就是说如果它在blanklist里面,但是它是来自于Wildcard的国家的话,那它也会先给blanklist给封掉这样子。 Global Area Network呢,就是CIDR啦,那CIDR来讲就是说,假设两台伺服器都是在NAT的网络下面的,或是在你的LAN里面的,那然后这两个LAN也是不通,就是没办法绕到对面去,那怎么去把资料在这两个LAN里面传送呢? 你就可以透过Global Area Network来做,那这个就是基于CIDR的东西啦,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看CIDR的说明网站。 这个还没有写。 Tcp Proxy呢,它有三个Mode,Transport Mode,Listen Mode,Starter Mode,通常Listen和Starter Mode比较少用,所以我就先不解释这个部分。 Transport Mode呢,简单来讲就是会做一个TCP Socket的Reverse Proxy的感觉。 假设说你要连接的不是网页伺服器,你要连接的是Minecraft伺服器,或是什么游戏伺服器是基于TCP Socket的。 那这个Transport Mode呢,就可以帮你把你的那个Gateway Node上面的某一个Port,例如说2565这样子好了。 就Transfer到你的内网里面的其中一个伺服器上面的Node,例如说是这个例子嘛,你的一个LAN的IPD值跟一个Port这样子做。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在同一台伺服器上面透过不同的Port去Expose其他伺服器的一些同样Port的Services,例如说你要好几个Minecraft伺服器在你的区域网不同电脑上面执行的。 那这可以用25656667来Export的,不同伺服器的那个Port。 那Uptime Monitor,大概就是看看那什么时候炸掉啦。 例如说你有一些机器,可能它在晚上炸掉了,那不知道,就可以看到它什么时候开始炸掉的。 所以时间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 Network Tools,那MDNS,这是用于IoT Device的。 假设说你的IoT Device是有一个HDP的伺服器这样子。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功能去Expose出去。 那MDNS的Touch,就是说你可以很快的看到有什么Device在你的区域网里面这样。 那这里全都是那个Private IP地址,所以就没关系啦。 IP Scan,这是扫描你的区域网里面的一些IP地址。 那这个大部分人力认识是什么东西,我再不解释。 Web SSH呢,就是说假设你要透过SSH去连接到里区域网里面另外一台电脑, 你就可以透过Web SSH来做。 我可以简单的示范一下。 首先你有一个IP地址,假设是这台好了。 它可以输入这个,这个,跟你要的UserName。 那它就可以连接到你的那个。 对,它就可以透过SSH去。 那个楼览器里面SSH去连接到你的那个伺服器这样子。 那它基本上这个功能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它后面的那个UID基本上每次都是徐迹铲出来。 然后它会Expires这样子。 所以说,嗯。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来做一些基本的管理的工作这样。 好,非常不特别的。 嘿,Exit。 那WakeOnLand大概就是WakeOnLand嘛。 嗯。 你可以选择说那个。 你用WakeOnLand的功能去。 Kickstart了你的Land网络里面其他的机器这样。 例如说你的网络里面有一台超级厉害的电脑。 用很多电,可能是用来训练AI或是什么的。 用来做Encode、Decode用途的。 转码用的。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WakeOnLand的功能。 就是说假设我真的要用这台电脑的时候。 你要可能是RDP进去或是TeamViewer Google Chrome Remote Desktop这样子进去的时候。 你才透过WakeOnLand的功能把那台电脑叫醒。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有一台长期高耗电量的电脑开在那边。 那这个是Interface,是不是特别的。 大概就是你这台伺服器上面有什么网络的借口这样。 那这个就有点意思咯。 Statistical Analysis。 那这个就是透过Request来看要谁在看你的网站或使用你的服务这样。 那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咯。 例如说它是来自哪里的流量啊。 跟它的IP地址的Version之类之类的。 这是很多不同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只存在。 可能是因为这套系统在Reverse Boxing里面吧。 所以它都会存在这个Private IP地址。 然后你可以看到。 然后浓览你的系统的人是用什么浓览器的。 他们是用什么OS的。 跟他们要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们要求是什么连接之类之类的。 就是很多不同的东西也会看到。 在这个上面。 你也可以把它export到JSON或CSV档案。 如果你想要说。 我要分析一下。 我要把我的网站做成怎么样的。 或者是更新什么东西一样。 更多人来看。 那就可以透过这个资料来分析一下。 那最后呢。 就是一些utilities的部分。 你可以更改密码。 你可以设定忘记密码的那个电邮邮箱。 也有一个IP地址转CIDR的转换器。 假设你是对网络没什么认识的人。 不知道怎么去写CIDR的ruth。 那只可以输入一个IP地址的range。 然后用它转换CIDR这样。 那这就是什么information啦。 没什么特别的。 大概就是让你看一下你的伺服器的状态。 跟你的伺服器的规格。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Strax介绍啦。 那这个系统现在我是架在成大的一个网络里面做测试。 它就是TestBench。 然后基本上就是叫我们社团的人可以连进去。 但是这套系统是开源的。 你可以在Github上面去找到这个Strax的reple。 那你要使用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是用Windows的话,你就去release那边抓Windows的版本就好。 现在还是pre-release啦。 你就下载这个EC档案,然后点两下,它都可以执行。 它就可以是这个系统了。 因为Linux的话也是很简单啦。 用dubget或者是curl去把它的binary下载下来给它全线。 也要执行它就好了。 如果你有发现bug的话,你可以去easewood那边找我。 或者是开pull request把它fix好。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project的网站啦。 现在还没有写完。 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可以知道大概有什么功能。 就是这个Strax的project。 那如果你是想要从nginx的releaseproxy换成那个Strax的话, 你在wiki page那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位contributor写了这个Move to Strax from Nginx Proxy Manager的教学。 你可以跟着试试看。 Apache的话还没有。 但是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写你的wiki。 wiki我已经开放给所有人可以写了。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那这个我对Strax的讲解大概就到这边。 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留言里面问。 或者说你有兴趣contribute的话也可以直接开pull request。 不用特别来敲我问什么什么的。 对有什么想要的直接开pull request好。 谢谢。